台灣阿里山林鐵標誌性的紅色柴油機關火車頭 現在5月4號已經開始在英國威爾斯高地上出現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火車頭穿梭在這個綠油油的草地樹林之間 其實相當的醒目 而這個火車頭正是來自於台灣的阿里山 農業部林業級自然保育署和英國的威爾普蘭菲爾鐵路 結為姐妹鐵路 在雙方的努力之下將這個火車頭送到了英國去 這火車頭飛越了將近1萬公里 在2023年初就已經抵達英國 當時是克服了相當多的難關 順利抵達這一邊 而在地的工作人員加上了台灣的工作人員 克服了語言以及距離的障礙之後 成功的將這個車頭 以及後面這些車廂的煞車系統做了改進 也因此在今年的5月4號 這個火車頭可以順利的在英國的 威爾斯高地上駛程 不過這個火車頭因為懸掛著台灣國旗 其實一度引起了中國方面的抗議 但是英國以及台灣雙方面做了各自的努力 也順利讓阿里山火車頭展開運行